市長想問一下大家還是非常關心代職參選這件事情 但是您昨天有說就是盧秋彥到底要不要先外選 不是啦 我其實大家都沒有把全段文看清楚 我的意思只是告訴大家說 這個要不要代職參選 每一個候選人都有他的考量 因為幾乎你看到的朝野各政黨所提名的縣市長候選人 幾乎全部都是代職參選 不是我一個人啦 我的意思是說這個題目不是我一個人 如果說全台灣只有我一個人代職參選 那當然這個是我很特殊嘛 全台灣幾乎各朝野各政黨的候選人都是代職參選 那職很多職嘛 有的人是市長 有的人是立委 或者anyway其他的職位 每個人都有這個問題 那我也說過對我而言 我都尊重每一個人的看法 因為每一個人要不要職 什麼時間職 其實都有他的這個考量 或者都有他選戰 整體策略跟節奏的思考 那我都尊重啦 所以我只是舉例說 那代職參選人很多 每一個人的職務是不一樣的 那同樣的回到我自己 我也講過嘛 我說我會整合內部的意見 包括黨內的聲音啊 黨內就我們台中這些所謂地方的聲音 那請聽我的選民的看法 因為我也是立委嘛 我的立委副院長 基本上也是一路選上來的 所以我也會聽這個大家的這個 我們選民的聲音啦 然後整合內部的意見嘛 所以我講過說 等到我正式把這些意見都處理好之後 這個我會再去整體做評估嘛 所以我的意思只是告訴大家說 代職參選的 幾乎每一個人代職參選 而且看來我們立法院的同仁是最多的 那每一個人他都會去思考 他要不要代職 然後他辭職時間 他會選擇什麼 這個每一個地方都有他自己的節奏 那這個我都尊重 所以我只是告訴大家說 代職參選 這件事情不是我一個人啦 很多人啦 那我自己的部分 我會去把整體做一個調整 包括請聽我選民的聲音 然後聽我幹部的這些大家的建議 那最終我會做一個統整嘛 再來跟大家做宣布 那這個選民跟黨內的意見 是比較希望你一次還是標誌 沒有呢 我覺得都 現在我還沒有特別去感受到 有什麼很強烈的主張 我覺得因為 因為代職參選 各有其優缺點嘛 這個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 那所以 我想每一個人應該都會去考量嘛 譬如說 我現在目前看到 像南投的陳書法委員 他就說他堅決 許書法委員 他說他堅決不辭 那其他的委員看起來 我看是不是民眾黨 賴向英文好像說他也不會辭 這個其實都有各自的考慮嘛 所以我其實覺得這是選戰的節奏步調 也許留情的在選擇 總之幾多 就最好 你真的繼續參選